這次隨我走到Sakin Falls 一睹太陽的後裔取景地 用eDreams訂機票 可以免費進Lunch 享用我們的早餐 小小的飛機很可愛 來回機票183美金一個人 太好名字了 租車公司就在機場附近 需要走一小段路 租車公司是Dirent評價好又便宜 我來看看 重點是很多車都是新的 新車勒 好久不見 第一站 好久不見 YOUES YOUES 這還硬啊石頭耶 你看那邊也是有那種旋律 中午也那麼多人 海水還蠻清澈的 好 看人 快速打卡 繼續上路 沿路風景 好美啊 Last Mina推定的兩碗 118.32歐元 便宜睡個兩碗 一隻橋走過去 有一個小小的島 需要給入門費一人五歐元 需要給入門費一人五歐元 要 就這麼小小的一個地方 就這樣大喔 對 就這樣而已 五塊錢 三塊二五塊 兩人花了十歐元 不值得 這十塊錢 有點增淨 我以為還有一點東西 看原來就這樣 對呀 對呀 有準備泳衣的話可以游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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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死前 個人覺得很累 大家看著吧哈哈 笑死了 坑 不要來 溜了溜了 前往下一個景點 這地方大推 雖然開車有點距離 但是基本沒什麼人而且沒入場費 之前看到的Review不見了 要去的話可以搜索 Korakonisi 看夕陽的絕美地點 有機會一定要來看看 也太美了吧 我倆就靜靜地待在這裡 吹海風 直到整顆鹹蛋黃下海 中間還看見著溫馨的螢幕 然後 瞬間就天黑了 回來市區找吃的 這家也是評價超好的 一共38.50歐元 早餐隨便吃 汽油加了72歐元 真的好貴 這下到處都是風景 正前往The King Falls最期待的景點 哇 呦呦 你衝太快了 好恐怖 到了到了 這著名的景點被風起來了 而且No Entry也是很多人下去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盡量把手伸出去拍了 還是拍不到沉船 是真的很美 親眼目睹了這奶藍色 看看 大牌昌龍 拍到這邊去 然後他們 我們只可以在這個地方拍照 應該是要 過去對面那邊的 你們應該也懂 我說的網紅美照吧 有人偷跑上去 結果被趕走 應該要爬這個 過去對面那邊 爬才比較美 看一個手信吧 我們跟Portomitas Brothers 出海遊 一人25歐元 去沉船灣和蘭董 So 50 出海囉 你要去哪裡 我們在這裡 對面 一人 我們在這裡 坐著 我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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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幾個月 我們在這裡 到了沉船湾 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奶蓝色 好特别哦 360度看看这里 有天堂之岛美誉 陡峭的悬崖 和乘车蔚蓝的海水 假扮就拍下啦 骑士晒到不行 1983年 走私船 Panagiotis号 在运送香烟时 失事搁浅于此 该地自此得名 沉船湾 这种遮两个地方就好 它里面可能不会晒 很明显我们是亚洲人 完美地开太阳 哈哈 夏天很适合游泳消暑 出发去看蓝洞 进去中啊 会发光的蓝洞 好神奇哦 进去 冲的 甩 我 我 到了 实际 忘记笑什么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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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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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带你们去看很多个不同的蓝豆 στη 下 Market 好 прин Wide 这些很厚 以前来被海水冲刷行成的一个个原洞 泰esto Yout flips 光线折射海面 使洞内水面下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蓝 很多独特的地形 非常值得来探索 回到乘船的地方了 乔玉两头山羊 替它们捏一把冷汗 你去啊你 恐怖耶 想不开啊 你去看 然后就去看三次 我们先去PESDA MIANOS哦 嗯 十四点五零欧元 美女附近 回去睡觉 两大份 一共二十七点五零欧元 可惜现在看来好像关了 还车 检查了都OK 对了 租车费用 一共一百六十五欧元 飞回雅典咯 就这样三天两夜游 这里一共消费四百四十欧元一个人 夏天来 虽然又热又多人 好在我们俩都会游泳 所以还行 在Instagram Anders见